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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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新冠病毒的病毒 如同化以後 我們試圖把它 來組織到羊駝身上 然後羊駝自身 產生一種新冠病毒的 抗體 從2014年開始 建立了七峰山羊駝養殖基地 我們現在有兩個羊駝養殖廠 是2000隻羊駝這樣一個規模 現在很多科研院所 還有這些做生物製藥的公司 他們弄羊駝來做實驗 簡單的給他們提供技術服務 幫他們做免疫 做一些血液的前期處理 這三下這不是能用免疫上來嗎 想把這個血 其他的免疫的羊駝身上 稍微圓一下 這個採血的是不錯 採血的 這個保護者只有5號碼 這是10號碼 大小碼 5號碼 大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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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血免疫 然後血液離心 然後提取血細胞 然後把這個東西寄給他們 最最開始這個單穴抗體 可以開始合作做的話 是和山西農業大學 和這個山西生物研究所 93年的時候 比利時的一個科學家 他發現呢就是那個羊駝體內呢 存在一種天然缺失氫煉 就是我們的抗體一般是氫煉和重煉兩個組成 但是這個血清裏頭呢 它只有重煉沒有氫煉 就這個分子就會比較短 運用我們分子生物學的方法 然後克隆出了這個重煉的可變區 這個重煉可變區呢 就是能夠直接對這個抗原起作用 然後這個片段呢 就是我們常說的這種納米抗體 這是納米抗體的大小 這就有表達 跟這個對照比的話 這有這沒有 納米抗體呢主要是存在於羊駝 就是駱駝類動物 還有一種深海魚類 現在在生物之養領域 把它做為一種非常好的載體 來營養於醫學 它的分子量特別小 相當於正常坎體的食分子也 它的穿透力特別強 它的分子量小 它就可以通過血管 直接滲透到組織 直接就精準地到了咱們需要的 比如說一些癌邊的組織呀 或者是一些受傷的一些地方 它就能夠進行一些基因工程的改造 很簡單 它能夠在咱們的細菌裡頭 還有咱們整合的細胞裡面去表達 穩定性特別高 高溫將這個納米抗體處理一下 然後再恢復到室溫 發現抗體對抗原的結合能力還是很強 納米抗體呢 可以做成一種檢測司機 還可以和藥物結合起來 做這個疫苗這方面的工作 新冠疫苗這方面的冰毒 如果的話以後 然後我們試圖把它來組織到羊駝身上 然後羊駝自身就產生一種新冠病毒的抗體 納米抗體呢 與人的這個抗體的序列特別相似 因為它分子的小 它進入人體裡頭 它的反應肯定會小 那短暫有用 長時間了以後 就像成為我們人體的一部分的那種感覺 它跟那個新冠病毒就會共存 不會產生我對它抵抗的一個反應 這個是最主要的一個缺失 可以加一些它們的片段 去提高它的免疫原型 看食品 善澎湃